您好 欢迎收看9月2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为了增进县内劳工家庭的感情交流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县总工会 24号起一连两天在森林公园举办劳工亲子嘉年华活动 副县长王之辉特别感谢劳工朋友挺过疫情的难关 撑起台东经济 县府会持续积极营造友善的职场环境 照顾劳工权益 转转木马小火车咖啡杯统统搬进台东森林公园 跨身迷你版儿童乐园 这里是台东县老公亲子 继特色产业嘉年华活动会场 以共学共玩共好为主题 让亲子家庭大小朋友 能够一起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 干掉船吗 干掉吗 我觉得这样假日 然后天气也很好 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我觉得很好 晒晒太阳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健康 为了增进县内劳工家庭情感交流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县总工会 连续第三年举办劳工亲子嘉年华活动 并且把活动时间从过去的一天 扩大延长为两天 还增加了八座跳跳气电屋 让小朋友们尽情玩耍 也感谢劳工朋友在疫情之下 撑起台东产业经济 那我们很高兴说 这一次的活动 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 而且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 希望大家在这边有一个天良好的秋 也祝福大朋友小朋友 身心健康平安愉快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就趁着疫情 现在目前也稍微趋缓啊 那在台东县宁公园这里 也很适合办户外活动 另外今年嘉年华也持续办理闯关活动 活动所收到的发票 将全数捐给台东县内工艺团体 欢迎民众24、25号两天一同欢乐做公益 今天下期会台东市报道